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在需要用到排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直接需要一个shoutby 或者shoutbykey这么一个算子 就可以进行排序了 那这种排序方式 我们也是会经常被用得到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 我们在调用shoutby或shoutbykey 我们就不合适了 什么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你自定义了这么一个对象 自定义一个对象 那这里边这个对象里边有很多的 只有很多的字段啊 那我要对这个对象 两个同样的对象来进行比较 那你可不可以用shoutby呢 来进行排序呢 比如说我对要对这两个对象来进行比较 就进行一个排序过程 那他就不知道到底是用 这个对象里边的哪一个字段来进行排序吧 那比较它是不是就是一个排序的过程呀 他不知道用哪个字段来进行排序 那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涉及到了一个自定义排序这么一个过程呀 那咱们在scala里边 是不是我们实现过一个排序啊 我们实现过排序 在spark里边呢 也有这么一个自定义排序 也叫自定义二次排序 这么一个概念 咱们现在来 创建这么一个类 就直接创建为一个单对象 单对象 叫custom shot 制定 就直接点吧 custom shot 制定排序 创建这么一个单对象以后 我来一个选择方法 不提示我啊 反应有点慢啊 我要把这个机群关了吧 提示提示 好 有了 来 我先定义这么一个数据 这样吧 VAL这么数据 这样的 嗯 girlinfo 等于 呃 需要调用上下文对象啊 我用并形化的方式来创建一些对象啊 创建一些数据 那这个sc我还没有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 膜白代码 VAL L COMF等于 呃 new is spark comf 然后呢 their set app name has term shut 我要在本地进行测试 set master 用两个 用两个现场 vilsc 等于 new spark contest 把conf放进去 好,sc.paralyze 这里边放一个array 也可以放一个list都可以 这里边放一些数据 放什么数据呢 比如说我这里边有一个 我的女神 婷婷 她的 颜值是 80 她的 年龄是25 还有一个 0 她呢 是90 年龄呢 她是26 一看 这就是我给她放一些圆祖吧 一个圆祖里边有三个值 再放一个 还有谁呢 秘密,杨米 也是我的女神 那她的颜值呢 比如说也是90 还有她的年龄呢 27 说的有点小了 是吧 好 这个数据有了 我看看已经关闭了吧 我把她整个关闭了啊 好 那接下来咱们来开始排序啊 比如说 我想要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就是 go info 我直接调用 shoutby 有这么shoutby 这么一个算子吧 shoutby 到底是以哪个来进行排序呢 我可以选 这是这个当前的 选这个元素吧 里边的 每 某一个人的一个信息吧 点儿 我是以她的颜值吧 颜值是不是这个相片二呀 来以她来进行排序 让她怎么排序呢 好 false 这种排序 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种也可以排序吧 但这是 你只能是按照里边的某一个字段来进行排序 好 print了 一个 ies.collect.buffer 然后呢 sc.stop 来咱们运行一下啊 来咱们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这个结果你看出来了 那 首先排的是宁宁 其次是秘密 然后呢是挺挺 它是按照颜值来排序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你看宁宁和秘密 它的颜值是相等的 那你 它为什么是你宁宁在前面 为什么不是秘密在前面呢 那这时候我就有需求了 如果你要是颜值相等的话 我就按照年龄的排序 年龄越小了 我越要排在前面 怎么样呢 那像这种需求呢 是不是就是我刚才用到这个shoutby 它就不太合适这种需求了 那该怎么办了 就用到了我们的这个自定义排序 这么一个知识点 关于这个自定义排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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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实现呢 那我们就先把它注视了啊 那这样的啊 我是不是应该 这样的啊 我先写一下吧 goinfo 然后呢 点shoutby shoutby 但是你这个调用这个shoutby的算子呢 它还是按照以往的这种形式来进行排序 那我想要改动它这个shoutby 这个算子里边的一个排序方式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是不是应该重写一下里边的一些方法呀 咱点进到圆码里边看一下啊 shoutby shoutby在这吧 shoutby 那你看这个是 这是哪个类里边的啊 往上 它属于 RDD的 是吧 嗯 这儿的啊 点进去 那你看它 那然后又调用了一个shoutby k 这么一个算子 再进去 shoutby k 那它呢 shoutby k 它是属于 你看 shoutby rdd 然后它调用了set k order in 那你看它是属于 呃 就看 这样吧 就看这个就可以了啊 shoutby k 它是属于哪个来的 order的rdd functions 这么一个类 那你看这个类 它这个类看啊 它 有这么个order 是吧 那你看它就是一个互相比较 来进行用order in 这么个类型来进行 排序 这么一个过程 那所以说你要是改变它 这里边的逻辑的话 那你是不是应该对这个order in或者order的 来进行重写一下里边的一些方法呀 好我们在哪呢 在这儿啊 重写它的一些方法 那你就这样直接来一个方法啊 这样的 嗯 直接来个类吧 object 自己定义一个排序方式 那这个排序方式 那需要引用吧 那就在这儿声明成一个 im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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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来一个隐式的函数 girl order 1 等于 new order 1 它这儿需要给你来一个范形 那我就给你来一个girl 这个类型 这个类型是 还没有吧 还没有这个类型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在这儿来一个class呗 case class girl 这边是需要几个呢 几个参数呢 一个是 base value 这是 int 另外一个就是 年龄吧 也是int get 类型啊 好 我有这么个类型了 接下来我把这个影视还是我补全了啊 那你看他呀 order 1 等于order 1 那你看一下cntl加i 它是不是需要让你重写这么compare方法呀 compare方法 那你就重写呗 你需要给他一个规则 他到底怎么是怎么一个比较的方式啊 那就如果 如果是这个你看x 穿进了两个girl这么一个对象吧 那就x.face value 扣起来啊 那如果要不等于 不等于y.face value的情况下 那该怎么办呢 就是x.face value 我 减去y.face value 那他肯定是给你返回一个 给你返回一个 啊 嗯 印他的一个数吧 印他的一个数 如果是正的话 那他就给你肯定是一个 处 如果返回的是个false呢 如果返回是复数呢 他肯定是一个false 嗯 else 那 这里边就需要再判断一下 如果是 啊 x.age 那这种情况 else 一旦进入else 他是不是就是face value 相等情况下 那我就开始判断年龄呗 x.age 如果是大于 y.age的情况下 那我就 就是y. 因为这个age呢 是越小 我又拍在前面啊 age 减去x.age 这样的 那 else 那我就x.age 减去y.age 吧 这个逻辑 咱们之前已经练习过了啊 我也不多说了 好 那这个影视函数 我已经生命好了 那接下来 这个shoutby shoutby 那这边是不是就应该就有了这么一种方式了 shoutby 我就调用 一个 比如说我一个x 这是调用到这个里边的一个某一个元素了吧 girl 调用这个girl 这个对象 然后呢 我给他传 这个s.相互线2 一个 这个对象 他是不是需要一个face value 另外一个是需要一个年龄吗 s.相互线3 那相互线2 相互线3是不是就代表了这个对象 那这个拿到这个元素对吧 相互线2代表face value 相互线3代表年龄啊 给他传进去 呃 然后呢 false 让他倒许排列 contrlout v 那其名字就叫r1s 那这样是不是就得到这么个结果了 那这是第一种排序方式 啊 那到底行不行呢 来咱们看一下 嗯 嗯 哎这运行过程中是出现了错误吧 他说你没有去引用这个影视的这么一个值吧 那该怎么办呢 我没有引用啊 我没有引用啊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呀 呃 import import my short 点 有一个 girl order in 是吧 这也用一下 然后我再 运行一下 这就可以了吧 我们让他运行的啊 好 结果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呃 虽然这个是face value 呃 可是从大到小排序 如果face value相同的情况下 但是这个年龄是不是有些出入呀 年龄是不是 那说明咱们这个 逻辑是不是有些问题啊 来咱们看一下逻辑啊 逻辑呢 肯定是在这边 逻辑 如果要是不等于face value不等于情况下 那么就x减去y 那如果要是等于的话 那就比较age 那我这样的话 哎 是不是这个可以不要呀 把这坨不要了以后 我让他反的剪一下 这样是不是就这个 这个逻辑就可以了 咱们试一下啊 颜值相等 那我就比较反的比较什么呢 比较年龄啊 现在慢慢运行的 来咱们写下 还有第二种方式啊 第二种排序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 就是最上面这个逻辑啊 就是这个规则呀 你可以不用它 不用它 怎么办呢 你看 咱们可以用 直接在这个case class 这里边 让它继承一个 extense extense 一个order的 然后呢 你重写里边的一个compare方法就可以了 那这个重写这个compare方法呢 和上面这个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compare方法 那这个是什么类型呢 是个个儿类型吧 个儿类型 然后呢 这个给你把这些逻辑写进去 那你注意啊 这个结果出来了 这个结果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这个结果呀 先排face value 然后再排序age啊 那这咱们接着看第二种啊 第二种排序方式 我们写它啊 怎么排序呢 那就是if this.face value 然后呢 不等于 不等于z吧 z.face value的情况下 那我就 那我就 this.face value减去 z.face value嘛 否则呢 那就 z.face value 减去 this.face value 呃 不是啊 z.face value that.face value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了 compare方法 呃 这儿为什么会提示有个错误呢 看一下哪个错误啊 compare方法 这儿忘了加一个范形了吧 然后就可以了 那这是第二种排阶方式吧 第二种排阶方式 然后呢第一种排阶方式 咱们再写一下 第一种排阶方式是不是就这样的呀 我把这个注释了啊 那咱不妨运行一下 那在第二种排阶方式的时候呢 呃我直接还是用这句 是不是可以呀呀 但是我不是不用import 引用那个隐式的函数了吧 我不用import了 直接用这句话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就可以运行了 咱们试一下 只不过是就是把这个逻辑啊 写到这个case class里边了嘛 其实内部的原理都是一样 你重写了里边compare方法啊 注意咱们在学习这个二次排序的时候呢 那这个二次排序这个知识点呢非常重要啊 以后我们再对两个对象进行比较或者进行排序的时候会经常会用到啊二次排序这么一个知识点 呃咱们掌握了这个以后呢 在以后再做类似的这个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可以按照这个方式去实现相对应的一些需求了啊 结果哎结果呢 在这儿是吧 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结果吧 啊好了 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知识点